金門建築在大嶼山竹高灣成功完成了第一期A100個檢疫單位之後 在6月中再次獲批第二期臨時檢疫中心的工程 數百個檢疫單位再次需要在極短時間內完成 以協助制止新型冠狀病毒病在香港的傳播 為了應付緊湊的工期和高質量的要求 金門的團隊結合建造業2.0和工業4.0的概念 以高效綜合數碼建造方案推出工程 首次在香港建築工地設立智能控制中心 令到管理團隊在各階段都更能夠掌握各方面的運作 用來應用人工智能的技術監控工廠的生產 模組的運送工地的安裝 以及在施工的時間致命地帶的安全監控 足高板檢疫中心二期的項目 需要在90天內設計、建造 七、八個改良了的檢疫中心單位 以及其他的支援設施 要在三個月死線前完成這個項目是極具挑戰性 這個二期的項目裡面 我們進一步改善了我們組裝合成設計和生產 其中包括在廠房、預線安裝、機電模組 從而令到廠房生產的組裝合成完成度由85%增加到95% 我們的工程團隊可以在這個控制中心裡 即時在地盤監控這個項目每一個環節 由原材料的控制、廠房的生產進度、品質檢驗、出廠的流程管理 以至在地盤的安裝進度和調整結果 所有數據都會傳送和儲存在我們金門自我開發的STEM平台 以及Inspector系統 今次我們在這個管理平台 新研究去監控一些非標準化、組裝合成、建造的管理 我們在香港總公司和深圳分公司 派了20位負責內部裝修和機電工程的工程師 去紹興生產廠房幫忙 我們用了兩個金門內部自主研發的數碼系統 去監控生產進度和提供即時報告 到足高灣工地的智能監控中心 一個是STEM 用來跟蹤在廠房的生產過程 另外一個是Inspector 用來監控檢測程序 質量監控是團隊其中一個關鍵任務 我們需要確保所有組裝合成單元 在出廠的時候能夠完全滿足合約的要求 然後再運到香港 我們會根據在工地的安裝編排 順序將每一棟檢疫單位內的所有單元放上排卡 然後用拖車運送到足高灣安裝 我們都增強了我們在組裝合成的設計 不單止著重內部的裝修建築 我們也安裝了外掛的基電模組 跟我們的組裝合成模組一同送到工地 這樣就可以在這個非常緊迫的項目裡 大大加快了我們的進度 如果我們不是透過這個工地以外的組裝合成法建造 以及我們的數碼管理系統 我們是沒有辦法可以在這麼短的工期裡 完成這個這麼複雜的項目 但是到最後 成功與否是在於我們的團隊精神 一個團隊的精神才可以令到奇蹟出現 我們的工程團隊需要日以繼夜地工作 但是我們在個人的感受和社會責任方面 我們因爲這個項目的成功而覺得自豪 我們只用了87天完成這個項目 給原定時間做了三天 這個成果是傳賴一班優秀工程師 前線的監工工友 同樣重要的在建築處領導之下 得到各個合作夥伴的支持 和相關政府部門的合作 整個團隊充滿熱誠通理合作 就是為了一個目標 就是盡快完成檢疫中心的建造 以備不時之需 保障市民的健康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樂 感谢观看